消音器这个叫法,其实,对于它的功能性来说不太准确,或许应该叫一致器,SPRESS主要目的是一致枪口特征,包括过量扩散的枪口燃气,枪口的光线,以及枪口声音特征。 一般有效的消音器,可以降低30分杯左右的枪口音量,并且减小后座以及对外排除的燃气,一般来说枪的噪音源有这么几个,一机械噪音,这个是没有办法完全消除的,就算是枪机后方加装电片,枪机与枪膛壁所处,必须是金属的硬碰硬,一定会有声音,二是子弹突破音爆的声音,大家都知道大部分子弹都是超音速的, 像超音速飞机一样,突破音速时会产声音爆发出巨大声响,30火要燃气,高速喷出枪口的声音,就像爆炸爆炸一样,而消音器主要是针对第三种声响来减小声音的,就好像在过年的鞭炮上盖了一个铁桶,声音会变得沉闷许多,并且没有那么刺耳了。 一般来说消音器的原理与汽车消音器类似,采用一个较枪管更大的空间,多次分隔将枪口移出的燃气,包裹,在一层一层的消音网中,使气体在一个各消音网中利用湍流层层减速,使得气体在冲出消音器本体时得到充分减速,而使对空气的压缩更小,也就减小了空气的振幅, 从而抑制声音的大小,有人说消音器会使子弹动能减小,这是个典型的谬论,从上图可以看见,子弹始终是比消音器,中所包含的高压燃气来得快低,并且在脱离枪管后,后方的压力,始终比前方的压力来得大,其实装上消音器后子弹只可能增速,不可能减速,实际的实验也证明了我的观点, 图上装有消音器的子弹平均速度,要比不装,消音器得来得快10到20英尺每秒,大约就是6米每米了,所以其实消音器不会减小子弹的能量,只是有的时候为了减少音爆产生的噪音使用亚音速弹时,相对来说动能会稍稍小一点,但是损失的速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大质量弹丸弥补,所以也能达到理想效果, 甚至有时候变态起来,穿甲能力远强于部分超音速弹,比如说F9乘以39的AP弹,虽然速度只有900多M但是穿甲弹头却重达245格令,曾做过测试,可以穿透美军3006AP都打不穿的NIG8V防弹板,责任编辑 感谢观看,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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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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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